查维斯从1999年开始执政,到2013年应病去世,整整统治为内瑞拉14年时间。 在查维斯的铁腕统治期间,为内瑞拉依靠国际石油价格的风涨,带动了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,为内瑞拉成为南美最富有的国家。 在查维斯统治期间,强行推行国有化政策,将石油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,一律升归国有,这其中就有以极低的价格收购,象征了美国洛克菲勒集团的石油公司,可却查维斯手段有多硬。 这次在马杜罗和瓜伊多的双总统之争中,为内瑞拉军方,已经站到了马杜罗这一边了,因为相比起只是空口承诺,在上台后可以赦免这些军方将领的瓜伊多来说, 基于这些军方将领实实在在的经济等方面好处的马杜罗,显然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一些。 我们知道在马杜罗的治理下,为内瑞拉经济,已经连十几年处于百分之十以上的负增长了,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率,却早已经超过百分之一万了,现在三千多万为内瑞拉人有。 许多人都已经持不过负了,有将近三百万的委内瑞拉人,不得不逃亡到巴西和哥伦比亚等邻国,在这种情况下马杜罗的执政根基,肯定不稳需要的。